网络诈骗案层出不穷 如今就连首相拿多斯里安华 也被捕法分子利用社局 西蒙热洞区国会议员雷尔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当场用手机展示了一段视频 显示说诈骗分子冒用安华的名义 不只盗用他的肖像 还模仿安华的声音 来诱骗民众参与投资计划 雷尔今天参与2024年 个人资料保护修正法案辩论时 展示了这段视频 他表示视频中有安华的肖像 声音也微妙微笑 他担心居住在内陆或乡区的人民 会误以为真 继而用毕生积蓄或者是养老金来投资 最终痛失血汗钱 类似事件必须严正看待 感谢观看